嗨大家好,我是卓 好久不见 2020年开始因为疫情的缘故 人类的生活可以说是有了翻云覆地的改变 不仅外出时随时随地都要戴着口罩 甚至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无时无刻的被冗罩在死亡的威胁中 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本生活覆掉的末日感 不单造成大家心里多少有点负担 而且还让有些人开始相信起了世界末日之类的预言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事件呢 是这一两年在美国蛮多人讨论的案件 这个事件非常的扑朔迷离 反反复复的 很多人说这是一起因为疫情 因为相信世界末日要到了而引发的事件 它就是美国葛雷琴·安东尼失踪事件 这个事件的开端要回缩到2020年年初 当时新冠肺炎在短短时间内扩散至全球 瞬间造成了许多国家医疗体系的崩坏 而其中美国算是众多国家当中 感染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从美国2020年1月21号宣布境内出现第一起新冠病例开始 短短不到两个月 全美50个州全部沦陷 直至3月19日为止 确诊个案超过1万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一间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中小企业老板道恩 他在2020年3月21日周六一早时 收到了一封讯息 这封讯息来自他公司的一位51岁人之主管 格雷琴·安东尼 讯息内容简单明了 没有多余的容颜赘述 就只写了以下这么几句话 因为我突然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 所以我等等会先去医院做筛检 但下周一可能需要请假在家里休息一天 好 也就是说 这名名叫格雷琴·安东尼的人资主管 他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 当道恩一看到这样的讯息时 他心中是紧张的 在那个疫情来得猛烈 大家对病毒都不熟悉 死亡率非常之高的时期 一听到自己公司员工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 是人都会紧张 更何况是老板 于是道恩在收到这封讯息后 立马的就回复格雷琴 并询问格雷琴 有没有哪里需要帮忙 最近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 在公司有没有跟谁有密切接触等等 想要降低公司的损失 但很奇怪的是 这封回信就这样石沉大海 一直没有被格雷琴遗毒 直到3月23号桌音一早 当天道恩一如往常的 在公司准备每周的会议方针 而正当道恩忙得不可开交时 突然的 他又收到了格雷琴的讯息 讯息的内容 并没有回复道恩上一部讯息所问的问题 而是自顾自的说着 抱歉道恩 检查结果出来或得知 我确诊了 接下来可能需要花14天以上来治疗和休养 如果任何情况和进展 我会再回报给你 不出所料的 两天没有回复讯息的格雷琴 很不幸的感染了新冠病毒 看完讯息后的道恩 虽然很担心 但他也没有办法做些什么 于是道恩就只简短回复了格雷琴一句 请保重身体 便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两天后 也就是3月25号 道恩又收到了格雷琴的讯息了 而且这封讯息不是只有传给道恩而已 同样的内容 连同格雷琴的前夫 格雷琴的女儿 以及格雷琴最好的闺蜜凯蒂汉娜 都收到了 这封讯息非常的紧急 也非常的严肃 讯息上面慌乱的写着 我的病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有时候还会突然的昏倒 最近甚至开始使用一些医疗器具 来辅助我的生活 医生说 这样会把我转到重症病房 好从护理人员那边获得更好的照顾 好 突然的收到格雷琴的这封讯息 全部的人都慌张了起来 也就是说 格雷琴的病情 在治疗的这几天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还每况愈下 甚至还有生命上的危险 可是呢 重点来了 这封讯息让大家紧张是紧张 可是收到讯息的大家 尤其是格雷琴的前夫 格雷琴的女儿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 第一 格雷琴虽然与前夫离婚了 但离婚后的他们并没有交恶 而且还一起共同抚养着年仅12岁的女儿 这个女儿对格雷琴来说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不过自从格雷琴说自己要去治疗新冠肺炎以后 原本每天赵珊珊和女儿联络了她 就突然讯息不回 电话也不接 把自己的女儿整个抛出脑后 第二 格雷琴所传给大家的讯息 不只谈吐语气跟过去不同 更诡异的是 讯息中的文字 错字连篇 语法严重错误 生病因为不舒服 小小的不同可以理解 但有可能会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吗 就在众人担心到不行 却又理不出任何头绪之时 大家又突然的一起收到了格雷琴传来的另外一封讯息 而这封讯息的出现 也让大家猜测获得了证实 事情有古怪 这封讯息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治疗的医院也控制不太住我的病况 所以近期 我将被转到贝尔格莱德城 并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所运营的医疗中心 对我进行救治 好 大家看完这封讯息有什么样的感觉 老实讲 像我就不觉得有怎么样 一般人看完这封讯息 应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不过格雷琴可以换到更好的医疗中心 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 何乐而不为 但 魔鬼就藏在细节中 格雷琴的闺蜜凯莉 在收到这封讯息后 立马就发现事情不对劲 因为格雷琴讯息当中所说的地点 贝尔格莱德 并没有所谓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所运营的医疗中心 也就是说 要不就是这些讯息不是格雷琴传的 不然就是格雷琴出事了 正在用讯息暗示大家 同一时间 一样觉得格雷琴相当不对劲的 是格雷琴的前夫 虽然不确定格雷琴目前所在的医院在哪里 但格雷琴的前夫 仍决定亲自带了他们的女儿 前往离家最近的医院赌一把 结果运气很好的是 当他们两个刚抵达医院停车场时 便一眼看到了格雷琴那台 非常亮眼的蓝色迷尼库复 于是格雷琴的前夫在停好车后 就立刻带着女儿前往医院的柜台 询问是否可以探望格雷琴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一询问又让一切陷入了谜团之中 因为经过询问后他们发现 不是不能探望格雷琴 而是在医院里面 根本没有叫格雷琴安东尼的病患 所以格雷琴如果不在医院里面 那么为什么停车场会有格雷琴的车呢 没错就是这么巧的 格雷琴的闺蜜凯莉 以及格雷琴的前夫 都双双掌握了疑点 并都立刻报了警 而这起事件也从这里开始 所有的谜团都将越滚越大 整起案件也开始进入了警方调查阶段 那么究竟格雷琴安东尼现在身在何处 为什么一直反复说自己得到新冠肺炎的他 却不在医院的治疗名单当中 他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吗 还是说他出了什么问题了呢 在美国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 便开始对格雷琴停留在医院的车 以及他所居住的社区进行一系列地毯式的搜查 首先车的部分 警方并没有太多的发现 车上也只有格雷琴一个人的指纹 唯一比较奇怪的是 格雷琴把他的钱包移留在了车上就消失不见了 而根据美国警方的专业调查人指出 一般来说女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下车 不一定会带包包但一定会随身携带钱包 可是格雷琴并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把放入许多证件的钱包就直接移留在了车里 而且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去 这点让警方强烈怀 事情不单纯 在调查完格雷琴的车后 3月26日 警方随即转完格雷琴所居住的社区 与邻居们进行访谈 而这一次的访谈 也让警方掌握了相关有利的证据 当他们一抵达格雷琴所居住的社区时 远远的就一位居民走向了警方 并表示自己在3月21日清晨时 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 而这个女人的声音 很像是葛雷琴的声音 这位居民是这样说的 那一天一直到清晨时 我都还没有睡着 所以我听得很清楚 发出尖叫声的女人 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袭击了一样 叫得歇斯底里 而且还伴随着好像是说 不 很痛 停下来 的声音 但后来我也没有听到警车声 感觉那个女人应该是没有报警 不过隔天一早 我由于太担心了 所以我有偷偷关注一下葛雷琴家 但他们家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常啦 不过车库门下 倒是有流出像肥皂物质的东西 当时我想说葛雷琴应该是在洗车 所以我并没有多想 不过我还是有顺手拍了几张照片 你们看 好 根据邻居的说法 3月21号凌晨 葛雷琴一直有发出求救的声音 但这个求救到后面不了了之 在后面发生的事情 葛雷琴就跟我影片一开始所讲的 葛雷琴一直对外发出自己得了新冠肺炎的消息 但是人却怎么样都找不到 警方一看完邻居给了照片后 就立刻决定要进入葛雷琴家中寻找线索 之后在一阵手忙脚乱之下 警方顺利的打开葛雷琴家的车库 但没想到的是 车库门一打开 忽逼而来的是浓浓的清洁机位 就好像是有什么人刻意打扫过车库 想要掩盖一些什么事情一样 另外 葛雷琴的房子里还有明显打斗过的痕迹 被打破的相框 随处可见的玻璃碎片 不一而非的监视器记忆卡 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就要向大家表明 你们没猜错 葛雷琴真的出事了 后来根据调查慈安的检察官 克利·谢米克森的说法 他们更是在葛雷琴家中的洗衣机上 发现了一条脏毛巾 而这条脏毛巾经过检测后得知 上面的污渍对血液呈现阳性反应 所以这些血会不会就是葛雷琴本人的呢 好 故事到了这里 仿佛一切都要明朗化 但却好像哪里不对劲 葛雷琴到底在哪里 他还活着吗 就在警方搜寻到的大量证据 都指向葛雷琴可能遇害 但却又找不到嫌疑人时 其中有一名原警 突然的就在刚才社区居民所提供的照片当中 注意到了一个强而有力 可以推进整起案件的关键点 那就是照片当中的葛雷琴家门口 有停放着一辆黑色尼桑的皮卡车 这台车子的主人 并没有住在社区当中 而是一位叫做大卫安东尼的男子 一调查出这个陌生名字 警方立马好奇了起来 甚至在回头着手调越医院停车场的监视器时 警方也发现了 当时开着葛雷琴的蓝色轿车 来到医院的人 正是大卫安东尼 那么大卫安东尼他到底是谁 他跟葛雷琴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警方在得知大卫安东尼这个名字时 立刻将他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 并针对大卫安东尼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 结果这一调查 警方马上秀出了 葛雷琴的失踪 绝对和大卫安东尼脱不了关系 大卫安东尼48岁 在佛罗里达当地的一间健身房 担任健身教练 他的外貌非常的出色 有着筋实的肌肉 高挑的身材 一双蓝绿色的深邃双眼 微笑时 脸颊两侧 还会露出两个浅浅的迷人酒窝 而喜欢运动的葛雷琴 也就是在健身房当中认识了大卫 并对帅气逼人的大卫深深的着迷 两人一派即合 很快的就在2015年举行了婚礼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太快进入婚姻的关系 很受女生欢迎的大卫 总是让葛雷琴很没有安全感 两个人时常为此吵吵闹闹 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甜蜜的关系仅维持了5年 在2020年2月 也就是葛雷琴失踪前一个多月 两个人正式分居 并开始进行了离婚诉讼 警方在得知葛雷琴与大卫的关系后 也没有闲着 立刻紧急的联系了与大卫同住的家人 想要针对葛雷琴的失踪向大卫询问更进一步的情况 但谁也没想到的事 完了一步 警方去到大卫家时 大卫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大卫的母亲更是向警方表示 大卫早在3月24日时 就突然收拾了行李 并告知大家她要出远门 之后就再也了无音讯 听到大卫母亲的话 警方意识到了 大卫正在逃亡 而且大卫还非常聪明的 他还特地将手机关了机 也就是说 现在要找到大卫 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证据链到这里又断了 所以现在不止葛雷琴失踪 大卫也不知去向 所以这两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正当美国警方都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时 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其中一位参与调查的园警突然想到 如果一开始就是大卫假装成了葛雷琴 用他的手机发信息给大家呢 那么这样的话 葛雷琴的手机一定就在大卫身上啊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名远警大胆的猜测 竟然成为了这起案件的重大破口 专业技术人员的一定位 成功了 根据3月25号葛雷琴的手机信号 持有葛雷琴手机的人 曾来到一间距离佛罗里达约960公里远的珠宝店 经过询问和照片对比后 珠宝店老板表示 没错 正是照片当中的大卫来到了他们珠宝店 并拿着许多首饰来变卖 其中也包括不少带钻的戒指 但就在警方询问老板 大卫身旁是否有女办事 老板很快的给出让警方失望的答案 没有 他独自一人 此时葛雷琴的手机信号持续移动着 但他究竟是生死死没有人知道 这样的追捕 让警方仿佛要抓到些什么了 却总是无功而返 葛雷琴到底身在何处 一直到3月27号 美国警方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而拨打这通电话的人 正是大卫安东尼 大卫安东尼在电话接通后 很冷静沉着向美国警方表示 葛雷琴不但活着还很安全 他之所以不跟周遭的人联系 是因为在一次例行确认中 意外而发现公司内部正在进行不法行为 导致他公司的处境非常危险 因此为了安全问题 他只好找借口跟老板道文请假 现在正在别处避风头之类的话 警方听完大卫的这番话后 说真的 他们对大卫的这席话是半信半疑的 于是警方便告知大卫 让葛雷琴听电话 他的家人很担心他 可是没想到的是 大卫一听到警方要求葛雷琴听电话 他便直接推迟说葛雷琴不想跟警方交谈 便连忙的挂上了电话 整起事件到这里为止 简直是物理看花越看越滑 如果葛雷琴真的是安全的 他有什么理由不跟警方通电话 那如果他真的不想跟警方讲电话好了 那他的女儿呢 他最爱的女儿 他都可以弃之于不顾了吗 就在警方再次陷入困境时 也有一名园警提到了 当时进到葛雷琴家中搜查时 虽然智能监视器的记忆卡不见了 但现代人安装的系统 通常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自动上传云端 说不定葛雷琴家的监视器 可以从云端当中 发现一些端倪也说不定 于是警方便开始针对监视器 进行技术修复 终于在3月30号 监视器的云端影像 被技术人员救回 事件发生的完整过程 也在此水落石出 根据监视影像显示 3月21日早上6点多 大卫掌握了葛雷琴出门办事的时间 并在车库打开的一瞬间 拿着木棍袭击了葛雷琴 一边压制葛雷琴 将葛雷琴拉进车库中 一边捂住葛雷琴的嘴巴 防止葛雷琴的尖叫声 吵醒附近住户 大卫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清清楚楚 被监视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这下 关键的证据 找到了 虽然不确定 大卫是否有杀害葛雷琴 但大卫也没有任何理由否认 他有伤害过葛雷琴 于是警方紧急下令逮捕大卫 3月31日 大卫安东尼正式落网 案件到了这里 一切的轮廓都越来越清晰 接下来要等大卫怎么说就好 然而 事情 并没有像美国警方想的这么简单 大卫被拘捕后 警方多次的在与大卫进行对谈时 试图的问出葛雷琴的人现在究竟在哪里 他是不是杀人了 但大卫自始至终的回应都只有一个 葛雷琴 还活着 就算警方向大卫秀出他们在云端当中发现的袭击影片 或是播放葛雷琴的女儿 向大卫求情 要求她说出妈妈下落的录音档 仍无法突破大卫的刑访 经过统计 大卫甚至在调查的过程中 说了将近35次 葛雷琴还活着 的这句话 虽然与大卫的对谈并没有任何进展 但警方却有意外的发现 警方发现了 大卫安东尼 其实不是大卫的原谜 他的原谜 其实大卫安东尼多一起 过去曾经因为留下了许多不良记录而偷偷改过名 小时候的大卫 也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阳光 他在小时候 反而是一个性格害羞内向的小朋友 上学时也因为患上双向情感障碍 时常抑郁 躁郁等症状交替出现 而遭受同学派挤 不过年轻时期的大卫相当好强 就算身体不舒服 也拒绝服用任何药物 因此他开始透过打篮球 来消耗体力和集中注意力 没想到篮球打一打 竟然也打出了心得 不仅减肥成功 抑郁症也有所好转 于是大卫就这么从一个小胖子 变成了帅小子 成为了女生眼中 帅到流口水的大学篮球明星球员 不过很可惜的是 他的躁郁症仍相当严重 在求学期间 大卫曾多次因为暴力事件 而被警方拒捕 另外 警方也透过葛雷琴朋友口中得知 葛雷琴曾多次向大家表示 另外一半有情绪管理的问题 而且偶尔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 像是2018年时 大卫又曾经因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所以逼着葛雷琴收拾行李 前往他建造的秘密基地避难 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当天 葛雷琴还在整理房间的过程中 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戒指 护照 驾照 信用卡 全都被大卫藏在一个随身后背包当中 以防世界末日的突然来临 根据葛雷琴好友的说法 这一次的发现 也让葛雷琴知道 不可以再默示大卫的行为了 于是葛雷琴开始一边劝说大卫接受专业治疗 一边思考了两个人的婚姻 是否真的走到了终点 然而 葛雷琴的思考还没有结束 大卫又出包了 2020年1月26日 大卫开始因为美国篮球员Kobe Bryant的离世 情绪失控 并把他遭遇的情绪带到了职场上 甚至还在工作时 发生了暴力攻击事件 因此 大卫在2020年2月24日 正式被健身房解雇 看到这样的情形 葛雷琴再也忍受不了了 于是葛雷琴很快就向大卫提出了离婚申请 听到了这里 大卫的作案动机有了 警方猜想 失业没多久的大卫 在收到了葛雷琴的离婚申请书后 内心坚持已久的小宇宙就这样爆发了 他把所有的罪都怪在葛雷琴身上 也为此埋下了犯案动机 但针对这个犯案动机 大卫始终不承认 而且他至始至终都在说他没有杀人 而且大卫也很清楚 只要美国检方没有找到遗体 这起案件就是一起对他自己有利的案件 那怎么办 因为大卫的不配合 这起案件一拖再拖 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11月 距离葛雷琴的失踪已经有8个月之久 面对始终坚称葛雷琴还活着的大卫 警方依然束手无策 让这个事实证据都摆在眼前的案件 却因为葛雷琴的遗体尚未被巡获 而持续陷入混乱中 但谜团终有露出曙光的一天 2020年12月 美国检方深知 如果再不出绝招 与大卫进行协商 就会错过寻找葛雷琴的黄金时间 于是检方 曰而大卫的辩护律师进行谈判 并告知大卫的律师 手中已有大量的证据 足以让大卫被判刑 而在同时 很刚好的 陪审团也决定将大卫的二级谋杀罪 提升至一级谋杀罪 这样的升级 使得大卫接下来很有可能将面临死刑 之后 经过检方与大卫律师长时间的周旋后 最后以38年监禁 二级谋杀罪 绑架罪 以及说出葛雷琴遗体的正确场地地点为条件 与大卫方达成了嫌疑 经过了9个月之久 2020年12月21号 葛雷琴的遗体 终于在大卫的指认下 在距离葛雷琴住家附近的大卖场后空地中 被找到了 这也等于 大卫安东尼 承认了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葛雷琴安东尼 而这一起利用新冠肺炎 来掩盖自己杀人的事件 也终于到了尾声 2021年1月14号 在葛雷琴遗害后10个月 此谋杀案 终于在美国棕楼探陷法庭开庭审理 现场被感伤和愤怒的气息包围 对于葛雷琴死亡的真相 每个人的情绪都相当高昂 唯有大卫依然保持着淡定和从容 面对亲人的质问全程不发一语 就这样直到审判为生 他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依靠着幻想生存者 在我的世界里 我幻想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视为世界末日的预言 因此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要努力逃离世界末日 所以我选择做一个懦夫 去偷走不属于我的东西 他的生命很有价值 也很有意义 而我选择偷走了那个生命 大卫安东尼的这一席话 也正式宣布了葛雷琴安东尼失踪案的结束 这起案件到这里 也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不得不说 2020年开始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每个人的生活形态 都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改变 这种抑郁感对于大家而言 应该都是感同身受的 像我就没有住在台湾嘛 所以我时常就在想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我延后的计划 行程可以再次上轨道 所以我想对于大卫而言 他努力支撑的世界 也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崩塌到无法利用幻想 来说服自己了吧 我有透过世界末日去逃避现实 将自己的歇斯底里合理化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无论再艰难 他都没有办法用世界末日 或者用新冠肺炎 来掩盖掉自己犯罪的事实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大卫安东尼 最终也因为他的犯罪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没有意外的话 他再次恢复自由时 已经81岁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疫情快点趋缓 大家都平平安安 我们下次见 拜拜